果果奎为30年第一位冬奥滑雪选手何品瑞坐在床上受访 因为收走他在男子渠道赛中中摔 所幸只有拉伤撞伤不影响行走 何品瑞出发时速度快 尽管在第三根旗门出现失误 当下快速爬回去继续滑行 但后段因为徐板卡到旗门而摔倒 一路滚到终点线无法完赛 其实我还没有整理好现在的情绪 但就是很失望 对支持我的人蛮不好意思的 也蛮让他们失望 由于北京日前大学造成的是选手的赛道 不仅雪面硬度难度提升之外 也影响到训练无法熟悉场地 尤其在赛前一天没有开放选手自由滑行 今天的男子组88人参赛 有36人都无法完赛 何品瑞从15岁开始 资深赴欧洲滑雪学院就读 目标挑战冬奥 今年终于圆梦 险下台湾滑雪新夜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比赛打平 那相对受到注目 其实可以说算是没有 所以这次的注目度一下子提升这么多 就是对自己就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压力 虽然结果遗憾 但中华队的滑雪教练李永德认为 这次的场地状况 对台湾这样的滑雪经验教授的小国家来说 很有难度 何品瑞值得鼓励 TVC用朱光宏 陈永文 北京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